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喝咖啡當然要配一些小食 一間位於十月初五街 有幾十年歷史的傳統老店 除了有出名的蛋撻之外 老婆餅、椰撻 和雞尾包等等的特色小食 都相當受歡迎 他們的小食除了選擇多 水準高之外 價錢也很親民 難怪有這麼多本地人來光顧 1960年開始做餅 開始學餅 正常十元仔 根本上什麼都不懂 看著別人做 就去幫忙 看著師傅說 你做那個行業也好 就入了那個行業 有些人說一蛋撻 實際上蛋撻是到時間七樓 它去吃是最美的 但是正正式式的話 老婆餅可以做兩三天吃 所以賣老婆餅多於賣蛋撻 因為老婆餅軟熟和脆皮 還有道謙呢 它耐用雞 價錢不是貴 拿回公公婆婆的時間 拿一盒回去 鬼這麼高興 有時候好像八二十五這樣 人家平然拿一盒老婆餅 就不買葉餅 那十兩二十天 賣一千多個 賣老婆餅 人家來炒 不是我自己想做這麼多 甚至有人拿到美國 拿到加拿大 和新加坡 日本也有人拿到 一炒就炒成三百個回去 一炒就炒成三百個回去 最初蛋撻是十分不夠好賣 但是呢 自己 是有人的 買了那一段時間 剩下那些 全部派了給別人吃 你捨不捨得呢 不過是問題 我真的派了給別人吃 所以就傳開了 你不捨得給別人那一段時間 誰知你怎麼出 任何食物都好,你要价然物理, 還有你吃了學去, 人家吃過認同你的食物是好, 才有人幫襯你, 如果認為他不好吃的時候, 你哭他,吃多兩次, 他都不會給你, 請他吃的都不吃。